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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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禮拜下課以后我发明了一个笑话 这笑话跟这个要怎么说呢 先这样说 上次上禮拜不是有一个民意代表 打了一个护理人员一个巴掌 对不对 这事情闹得非常的大 那我就想到了一个笑话 这是笑话 我还在强调一下 于是呢 有一个基督徒团体 就组成了一个打我另外一个巴掌 的一个活动 就专门到那个代表的前面 说你那么喜欢打巴掌 来 打这边 就是让他打到过瘾为止 因为耶稣说 如果人家打你的左边巴掌 你就让他右边也让他打 懂吗 这服从耶稣的教学 我自己想到觉得好好笑这样 可是我现在知道 只要我觉得很好笑的 我自己笑完就算了 谢谢 好 那这个 有的时候 有的事情就要那么幽默 你才看得出问题在哪里 你就认为打巴掌好像怎么样 然后就逼着他 他当然也受到了良心的 或者这个媒体的压力了 但你觉得打巴掌只有他吗 最严重的还是只有打巴掌嘛 对医疗人员的问题这样 那医疗人员你也知道 最近的一个新闻 有一个人到了某个医院去 然后 九次换教医生都没来 然后 后来就死了 那像这样的case 到底该被打巴掌是谁 或者打巴掌够吗 所以 我那天忽然间想到这个 大家都不遵从这个圣人的教训 下一期我要开一个圣哲社会学 就要讲这些故事 好 那这个是 好像看起来是交换生所讲的笑话 好 他用英文起 他说 他访问了这个人 说 Why the blonde haired women be drowned because the pool has mirror 为什么这个金法的女子会淹死 因为 这个游泳池 has mirror 是个镜子吗 这个笑话讽刺 美国金法女生在乎她们漂亮 而且美国人的文化都说 金法的女生都不聪明 不是美国文化说 是美国的笑话 有那种 愚笨的金法女郎的这种传统这样 所以我们非常幸运 不过呢 有趣的是 台湾很多人希望把自己头发染成金色的 目的就是能够搭上这些笑话 不然的话 黑头发人常常没有笑话 对很多人来讲是蛮寂寞的 好 One and zero have fight 零跟一打架 When zero sees eight Zero应该 sees eight at street Then zero tells eight Do not pretend you were zero Because you wear a belt 就讲过了嘛 那这个笑话有点像中国人的笑话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的笑话 或者印度人的笑话 因为阿拉伯数字 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 可是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呢 这样的话美国才能进攻别人嘛 懂吗 所以就算你改动画面 你还是你 永远会换不了别人 台语有一句话说 牛就是牛 牛就是牛 你牵到北京他还是牛 那时候没有用零跟八的笑话 好 这个大概跟现在结实啦 还有那种身材啦 有关系啦 Why is the dog just like a baseball player 为什么狗喜欢棒球选手 He runs for home when he sees the catcher coming 他说因为他看到抓狗的人来 他就会跑回家 Home又跟这个 跑回本类有关系 好 美国人都很喜欢运动跟狗 拿运动跟狗开玩笑 因为美国文化少不了运动跟狗 也是 其实还有呢 美国运动少不了钱啊 把世界上的运动搞成那么大 然后变成一个盈利事业 然后甚至变成广告变成什么 你不要讲那种全球性的运动 很多运动 基本上只有美国人在打的运动 像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 那就是非常野蛮的运动 还要装备一大堆 怕受伤 又野蛮又怕受伤 就现代竞技场 插的就是来一只大猩猩跟他们打 韩国片不是有一只大猩猩吗 还打棒球 我就不知道那电影的重点在什么 以前大猩猩爬上那个世贸的顶 现在大猩猩爬到杜拜的顶了 好 我今天讲的没有一个人笑 好像我今天好像天气的关系 好 另外一个人 Bob跟Sean 两个人都喜欢一个叫Tina的女生 很多人都说Sean很喜欢和Bob比 有一天Jeff听到Tina这句话 说为什么Bob要割包皮 为什么要割包皮 然后大家就哄堂大笑 你真是交换生的笑话 我都不知道这点梗在哪里 为什么Bob要割包皮 为什么要割包皮 你假如真的对割包皮这件事情 有兴趣的话 你回家去找一本圣经 或上网找圣经 看创世纪后面一点 就有割包皮的那 割包皮在有些人来看 好像是个笑话 在希伯来人来讲 割包皮是他的祖先跟上帝定的约 拿男人的重要生命开玩笑 割好了没事 割不好发言了 影响一辈子 割包皮 然后那个在台湾有一阵子西门町的某些边缘地区 常常有个广告写金割包皮 有人呢看书看不认真 就说啊 这边有修皮包的 是包皮不是皮包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地方走过去都觉得很震撼的 就是好可怕的地方 很多人会觉得割包皮跟烟割有关系 那也有女性割包皮的 女性割女婴 这在非洲是 有些族是一个 习俗 结果有一个在英国变成著名模特儿的一个 非洲的一个女模特儿 就反对她家乡割女婴的这个习惯 英文还叫circumcision 跟包皮是同一个字 当然现在讲 如果中文翻成割包皮 女生割包皮 就听起来是怪怪的了 但是她就有反对这个 她在 因为在欧洲的模特儿界很有名 所以我有一天看CNN就报道她 她就提倡要废除这样 她认为是比较野蛮的 对女性的身体残害的这种习俗 顺便提一下 好 Daniel跟Jeff went to a restaurant Jeff said Do not order too much I'm not really hungry 别叫太多 因为我不吃很饿 Daniel said OK You can eat my side means side dish 你可以吃我的side dish 就是我的那个小菜 Jeff said 为什么我要吃你的屎 结果大家哄堂大笑 因为台语的屎跟英文的side 是同一个法语 第三 Dentist 所以今天讲的笑话 可能很多都要删掉 因为一则不好笑 二则有屎尿的问题 Dentist 牙医 Please stop howling 别让她乱叫了 I have not even touched tooth yet 我连你的牙都没有碰到 我看得过中文的 Patient I know But you are standing on my foot 踩到我的脚 这可能性非常低 各位在台湾上过牙医的时候 你那个他第一个区域 就像你坐在那张椅子上 坐在那张椅子上 马上就躺下来 躺下来 你的脚就不会在地面 离地面非常远 如果那牙医要踩到你的脚 在台湾 除非那牙医有个特殊的知识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 这个大概是 比较落后地区的牙医是这样 那讲到牙医 我们在台湾到处都看到牙医 几乎一个block 只有两三个牙医 两三间牙医 在美国牙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 因为像学生保险里面 就没有牙医险 牙险是你要自己付的 如果你在美国做事的话 如果那个公司的福利很好 他会有保牙险 一般都不会有保牙险 就是到美国才知道 所以很多在美国工作的人 或什么都回台湾来整牙 因为台湾的牙医的水准蛮高的 在大陆工作人 也回台湾来整牙 尤其现在流行直牙 多流行呢 你看台大还有一个直牙中心 你就知道多流行 每次直牙中心都被我这样开玩笑 天哪你们直牙中心呢 好那另外一个人 他说guest 客人说 Why does your dog sit there and watch me eat 为什么狗 坐在那看我吃东西 你吃东西狗当然看你 你不吃东西狗懒得看你 我跟你说 hotel owner 这旅馆的主人就说 I do not know unless it's because you have the plate you usually eat from 我也不知道 除非你吃的是他平常用的盘子 我觉得这旅馆的老板 真的是开玩笑 怎么会是用那个盘子呢 他看的是你的食物 我养狗知道很清楚 他吃饭的时候 他自己狗啊 都喂像个无底洞 我想狗一定没有一个概念 叫吃饱 就像那个鲸鱼啊 养的那个鲸鱼 不是那个海边要拯救的鲸鱼 那鲸鱼听说没有饱足感 所以喂他吃多少 他又吃多少 他最后会爆掉 听说是这样 我希望同学不要真的去做实验 这样蛮残忍的 如果鲸鱼在鱼缸里爆掉 那是很难看的事情 而且很不人道的事情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这种知识 对我也是有什么用 这样 好所以这个狗的盘 我家的狗呢永远吃不饱 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没有协调好 我太太回家 我比较晚回家 我太太就说 你今天晚上没个胃狗啊 我说喂啦 他为什么他还一副 那种很饿的样子 我说他什么时候 不是一副很饿的样子 虽然我们都很爱那只狗 那只狗吃了两遍 他会告诉你说不用了 我吃饱了 不会的 狗好像没有打过宝阁喔 狗会打阁吗 有受益系的吗 狗会打阁吗 第二个笑话 Teacher Why are you late for school every morning 为什么每天早上都迟到呢 Tom Every time I come to the corner a sign says school go slow 每次我走到学校的这个 街口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个牌子 写学校 请慢行 那是给这个车子看 不是给人看 好 第三个笑话 Teacher What great event happened in 1809 1809 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Little Willie说 Abraham Lincoln was born 林肯在那年出生 Teacher Correct And what great event happened in 1812 1812年 三年后 发生什么大事 Little Willie说 Abraham Lincoln and his third birthday 亚伯拉罕庆祝他的三岁生日 林肯是美国重要的文化的名人 不是只有总统而已 我们小时候受到美国文化影响 对于林肯的了解都非常的多 包括林肯为什么留胡子 还有林肯是honest app 他是非常诚实的人 从小诚实 那也讲到华盛顿从小很诚实 后来发现华盛顿从小砍樱桃树 跟他爸爸讲这些事情 据考证说没发生过 这样啊 就像后来念了一些科学史的文章 说牛顿从来没坐在苹果树下 什么苹果树掉下砸他头 没发生过 什么 茄利略什么到比萨斜塔去丢了两个球 同时落地 没发生过 什么茄利略被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好像都没发生过 所以不知道谁编出来的很美的故事 都没发生过 那这也不稀奇啦 你现在看电视 你都以为什么事情发生了 其实都没发生过 你要是认为九月的时候有一场正争 你看现在 没发生过 never happened 等你到老的时候啊 人家问你说发生过什么事情 你会想不出任何一件事情来 不要讲老 你到我这个年纪 不过我这个年纪就是老 好 那接下来 这就中文了 最近很出名的一部电影叫大伟卢曼 男主角是一个小喽啰饭店服务生 先生你的咖啡 男主角说 为什么你的大拇指在我咖啡里面 服务生说 因为我的拇指受伤了 医生说要热呼 男主角说 那热呼会不会放在你的肛门里面热呼 反而在我咖啡 服务生说 你怎么知道 我之前都放在我的肛门里 我不知道有人那么喜欢这部电影 虽然我看了一直笑这样 但是我并不喜欢这部电影 也是出的电影大伟卢曼 男主角去体检 医生要照X光 医生说 我说一二三照 你就好 那每次医生说照 男主角就跑不见 因为台语里面照就是走 他们黑社会的人 只要有人说走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对 好 第三 所以这种电影 只有在台湾或者新加坡可以看得懂 或者中国大陆南部 到北方 他就完全没办法看得懂 这个电影的梗在哪里 第三 有一个女生跟他爸爸讲 爸爸我爱上对面那个帅哥 爸爸说不行 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 过一段时间 女生跟爸爸讲 爸爸我爱上隔壁那个男生 爸爸说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 可是你不可以跟妈妈讲 女生还是忍不住跟妈妈讲 妈妈说 你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 因为你也不是你爸爸的女儿 这对夫妻 就像那什么 诚实机器人甩他巴掌一样 好 他是来台大交换生 所以第一次看台语电影 大尾鲁曼反映很多台湾的乡土文化 不过我是学要有回什么 要有回台语的朋友 会台语的朋友 才完全看得懂这种笑话 对 语言真的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 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笑点 我想你听我的课你就知道 有些外国笑话 都不知道梗在哪里 一样的大尾鲁曼反映也是 所以这有时候太有地方性 有好处有坏处 好另外一个也是交换生的笑话 今天都是交换生的笑话 交换生说他这个朋友的社会身份 是在美国长大台湾出生的 出生的美国人 出生不是出生 不是身体的生 是生命的生 美国长大台湾出生 所以是 台湾出生美国长大 OK 目前刚毕业在实验室上班 因为长期接受西方文化影响 当地比较开放尊重言论自由 假如笑话都有带种族歧视的味道 别忘了华人是被歧视的对象 还去歧视别人 不过这也跟他本身个性有关 虽然很喜欢这种没有营养的笑话 不过他本身没有恶意 好 没有恶意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lack man and a park bench? 一个黑人跟一个公园的椅子有什么差别 One of them can support a family of four 其中一个可以养活一家四口 这个support当然有养活的意思 也可以是做得下一家四口 第二 What did the zero said to aid? 0对8说什么? Nice belt 你的皮带很好 有一天一个黑人在暗暗的pub是巧克力 结果就不小心咬到自己的手 这个都歧视黑人的笑话 你在美国你觉得歧视黑人 然后美国白人就歧视你这种黄种人 这是公平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在美国长大 就不应该 就应该反歧视才对啊 应该尽量不要讲这样的笑话 就是美国社会 民主自由 就让很多人也就滥用了民主自由 这也是很可惜的 好 第二个朋友 他的朋友是西方教育底下长大 他喜欢的笑话 跟他个人的兴趣都比较有关 对语言跟文字有极高兴趣 所以笑话内容跟两个都有关 好 有一天皇帝 这个了 讲过了 皇帝请太医来看他 皇帝跟医生说他心情不好 太医问他为什么 皇帝就说我怕微生都只能当镇 太医说皇上你得的是个洋人的病 皇上说啥病 太医回答 这叫怕今生都是症 这我已经演过了 笑话二 两个马蜀在街上走路 结果走在后面的不小心半岛 撞到前面的马蜀 两颗马蜀就粘在一块 于是花了十年的功夫 终于将两个分开 结果情不自禁决定冲向对方 来个大友抱 结果又能粘在一起 外面卖的马蜀 基本上都外面撒一层粉 所以基本上不会粘在一起 老是爱吃马蜀 非常了解这个 这还有面包里面有马蜀的 说这是韩国面包 我没去过韩国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样的面包 吃起来并不特别好吃 面包里面还摆着马蜀 我不知道这梗在哪里 好笑话六 搞笑猜谜 请问海为什么是蓝色的 因为鱼讲话的时候都会讲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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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美国的海是蓝色的 如果鱼讲blue blue blue 那台湾人要认为海是什么 什么色 还不喜欢人家录音呢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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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上台被人家那个 另外一个朋友 社会身份是刚毕业学生 跟现在年轻人一样 很喜欢看康熙来的 我顺便问一下 看康熙来的同学请举手 很喜欢看 只有你 不会吧 只有你 真的只有你 大陆的人非常喜欢看康熙来的 他们认为那是台湾最好的节目 好 有两只老鼠 一只爸爸 一只小儿子 妈妈去哪了 有一天爸爸带着儿子在路上走 突然一只猫见他们张牙主爪 小儿子很紧张 这爸爸就对那只猫走过去 对着那只猫说 望望望望望望 然后猫就吓跑了 小儿子就跟爸爸说 爸你好厉害 爸爸就回小儿子 我跟你说嘛 这个外国语很重要 你不听 今天报上有个 今天那个电子报上有个新闻 说有一个人研究了 这我也研究过 没像他那么无聊 研究了全世界的各国的语言 发现猫叫 是全世界几乎用同样的女生字 中文叫妙妙 英文什么 法文 德文什么 瑞典文 都差不多是妙妙 他说像狗叫 这我就注意过 狗叫就不一样 日文叫旺 中文有汪汪叫 就跟日文差不多 美国最夸张 美国狗是怎样 叫Rough Rough 什么时候我听过狗叫Rough Rough 我在美国听狗叫也不叫Rough Rough 我怎么听都是旺旺旺 台湾的狗也不叫Rough 台湾的狗也不叫Rough Rough 台湾的狗不会第二外国语吗 还有好多国家的狗叫的 你生字都不太一样 最麻烦的是驴子叫 台湾因为没有驴子叫 所以没有驴子叫的 你生字 驴子叫你要怎么讲 你就讲驴子叫 美国有耶 美国有个字 你生字是驴子叫的字叫 你哄还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字 有一个这个字 你学英文的很难的字 因为你用不 几乎用不上这样 所以那个 我会学驴子叫 但我不知道那中文要怎么写 也没有那种 有人叫撞声字 就把那声音给描述出来 所以很多动物的叫声 各个文化都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声音可以模仿出来 但是你用什么字来代表那个声音 那个是有差别 说猫叫是全世界 大概是那个撞声词 或者拟声字 是最一致的 看完以后觉得 在世界上无聊人真不少 我还不算是顶尖的 好 第二外国语很重要 我以前学法文课 法文课本里面有一句就是这样 有一天那个猫咪就从学校回来 爸爸问他说你在学校学了什么 我今天学了第二外国语 他大家讲一句看看 他就忘 他就叫了一个狗叫 好 笑话八 搞笑猜谜 一开车遇到狗挡路 猜一种饮料 嘎逼 还 这我听过吗 开车遇到狗挡路 按喇叭还是不走 猜一种饮料 也是中嘎逼 慢事得咖啡 对 是这样的吗 嘎逼就是按他喇叭 要按他喇叭的台语 马西丘嘎逼 还是要按他喇叭 懂吗 还有一个对 开车遇到狗挡路 按喇叭还是不走 只好绕过那条狗叫什么 叫做 柏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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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自己帮他按他没有用 是别的人 柏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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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咖啡 按他 这个解释成这样就不太好笑 笑话 第九个 天使要去哪里买 烟酒公卖局 英文是 N9公卖局 A N G E L 这都是英文发音不好的人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笑话 有一天两根牙签在逛街 逛着逛着突然看到一个刺猬走过来 于是牙签 甲对牙签一说 你看公车来了 真正看过刺猬而不在动物园呢 你请举手 你看过刺猬 真的刺猬 真的喔 宠物店有卖刺猬喔 好 我从来没看过刺猬除了电影以外 从来没有在真实生活看过任何一只刺猬 从来没有 以前有念什么尼采的书 还是蜀本华的书 说人生啊就像刺猬 想取暖呢 又怕被对方刺到 所以呢 两个人的关系就像刺猬一样 不能靠近也不能太远 这样 也没看过刺猬 好 呦 有一天周杰伦在非洲开他宾市 途中遇到一只兔子 兔子说周董我可以搭便车吗 周董点了头 兔子就上车了 要学周杰伦的动作 老师不会 谁会学周杰伦的动作 对不起啊 没人会 好吧 那你们就回去看看 接着遇到一只长颈鹿 长颈鹿说周董我可以搭便车吗 周董点了头 长颈鹿就上车了 长颈鹿上车 这个我实在是 自从看了那最后大丈夫三以后 我就很可怕 然后开着开着遇到一只大象 大家周董可以搭便车吗 周董看一下摇摇头 请问为什么 因为周董一首歌叫龙卷风 副歌是这样写的 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走 你既然听得出他的副歌 我就好佩服你 我不能再想 我不能宰相 我不能宰相 就不能再大象 这有那么好笑吗 我看有人笑 好 有一天A老鼠跟B老鼠聊天 B老鼠说 最近怎么样啊 A老鼠说 最近最近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于是就拿出照片给B老鼠看 B老鼠说 是个正妹吧 拜托 这是蝙蝠 B老鼠归影 老鼠说 靠你懂什么 人家可是空姐呢 空姐不是因为她有翅膀 也不是因为她会飞 好 今天真的是不是很好的上课天 因为讲的都没有任何人笑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sign这样 表示今天是一个 看我 我在讲什么笑话都救不回来 我们今天就严肃的上课好了 作为幽默社会学最黑暗的一堂课 反正已经只有几堂课了 以前我喜欢开礼拜二的课 尤其下午 然后到有一天我就可以说 从现在开始是最后十二堂 星期二的课 这样 学生就 那本书最大的笑话之一是 第一个那个老师 要死掉那个老师是念社会学的 第二个是 我们念社会学念那么久 没有人知道那老师是谁 知道他的学生写了那本书 所以将来一定也有说 阿 孙老师是念社会学的 在他死前的第三百堂 最后三百堂 幽默社会学的课 这样 他活得很久 所以死得很慢 那接下来这部分讲的是幽默跟宗教 宗教一般被认为很严肃 跟幽默没有太大的关系 除非一些新兴的宗教 有人主张每天要大笑 那种宗教 除非 不然呢大部分宗教都觉得让人觉得严肃 大部分宗教呢也觉得笑是不容许的 在这个意大利的一个有名的文学家 兼这个语义学家 叫Wimbelto Eco 曾经写过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拍成电影 叫The Name of the Rose 玫瑰的名字 这部电影呢 我看我刚看个头我就知道结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电影呢 跟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个小说里面的故事是 几乎是一样的 我以前念一点中国小说史 那中国小说写什么呢 说为什么会有金瓶梅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说法 就是呢 因为有写这本书的人 知道当时害死他父亲的那个贪官污吏啊 很喜欢色情的东西 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 而且呢 不仅写这本书 他还知道这个人看书 有一个看书的习惯 这个习惯各位今天大概很难看到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小时候还容易看到 有人看书呢 跟数钞票一样 会在舌头这边抹一下 然后再比较增加翻阅的这个快感 所以呢 他的看那个书呢 是要这样翻 我们一般人就这样翻 他为了好翻 就这样子手头这边舔一下 然后在那个脚那边这样翻 所以那个人呢 就在那个书的那个脚 就涂上了毒药 所以呢 那个人还没看完那本金瓶梅 那个人就死了 因为他被那毒药毒死了 我知道这个故事以后 看玫瑰的名字 我就知道答案了 就果然就是那个答案 对不起啊各位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可是他看了什么书呢 有趣的在这里 因为欧洲中古的时候 这是一个小说 不是真实的事情 欧洲中古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什么书可以看 靠着阿拉伯世界 这个他也没特别写出来 靠着阿拉伯世界呢 其实希腊罗马的东西 就这样传下来 没有伊斯兰文明的话 中古时代没有伊斯兰文明的话 就没有现在西方的文明 可是呢 西方人不太喜欢 把这功劳归于伊斯兰文明 所以呢 你在念的西方的历史 中古通常都被认为 都被说明 从西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 这一千年 叫做黑暗的一千年 人类哪可能黑暗啊 因为不讲黑暗不行啊 因为西欧是黑暗啊 那哪里是光明的呢 地中海沿岸都是光明的 那能说吗 不能说啊 说的是别人的好处 不是我们的好处啊 就像我们中国在念历史的时候 原朝是算外族还是本族啊 如果是外族 那你当然就觉得 这个故事越短越好这样 如果是本国人 那这故事没什么不能讲的啊 世界第一个帝国啊 就是原朝啊 一样 所以他们就不能讲 不能讲结果是因为 那是伊斯兰文明 好 那这个伊斯兰文明呢 最重要就是把柏拉图 跟亚里斯多的东西 都用当时的语言传下来 那这个亚里斯多的文章里面 好亚里斯多有全集 现在中文本你可以看到 他有在讨论悲剧的地方 可是呢 一直找不到他讨论喜剧的地方 在他的有些文献里面 说他写过一本有关喜剧的书 可是没有传下来 就根据这传说 Echo就写了这个故事 说其实传下来的 只是教会不让你看那本书 可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图书馆里面有那本书 所以大家都偷偷去看 看完的人每个人都死掉 这故事就这样 然后这个人去查案 为什么他们都死掉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教会不准人家笑 所以喜剧呢就被 就这样被压抑下来 这是一个 也结合了西方思想史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本小说 然后当时演这个的人 是史恩康拉来 史恩康拉来演了一辈子007 所以你看那部电影的时候 你有一个错觉 就是007穿越到中古去了 所以这个笑跟幽默 跟在宗教史上有这么 至少是西方基督教史上有这个 然后在宗教 我们有没有讲到这个 上帝一笑的时候 上帝很讨厌人家笑 在圣经创世纪的时候 亚伯拉罕的太太 叫Sara的 Sara后来就笑了 为什么笑呢 因为上帝说 你一百多岁 一百岁了是吧 好我给你一个小孩 我靠 我都已经停经多少年了 你给我一个小孩 丹尼玛好 所以他就笑了 笑了上帝说 你笑了 我没笑 你笑了 你不是这好像小孩子在吵架吗 上帝竟然跟一个人这样吵架 所以笑起来不是好的事情 不是好的事情 在新约里面 耶稣出现 耶稣出现了呢 耶稣就在研究 耶稣有没有笑过 在这个圣经里面 他记载到他晚年的事情 他好像没有到最后四年 还几年的事情 没有一场记载他笑过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笑不是严肃的人 甚至不是神 或者不是看你怎么讲 不是一个人该有的一个正经的态度 所以笑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那中国的神里面有布袋和尚 或者后来叫做弥勒佛 那是笑到不行的 而且肥到不行的 你能想像任何一个减肥店的那个 宠护神是弥勒佛吗 欢迎大家来到弥勒佛减肥中心 然后你们的logo是一个胖子 然后那胖子又秃头 然后笑成那样 那笑什么呢 笑你来减肥呀 没这事儿了 你看哪一天有人开玩笑 开一个减肥中心 叫弥勒佛减肥中心 专门卖那个弥勒佛 那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想像力才能想像 好那就很多人 还是会想去研究 基督教跟笑话 或者其他宗教跟笑话的关系 或者跟笑的关系 好那有这么一个人 在1969年两个人呢 他们研究纽约克杂志 从1930年到1968年 纽约克杂志到现在好像还存在 这种网路时代 这种杂志已经非常难生存了 他都必须在网路上让你看几篇文章 然后希望你如果想再看的话 你就要订杂志 这已经越来越难生存了 连买书你们都不太买了 我早前回来教书 学生还会花几千块钱一个学期买书 你们现在大概都花几千块钱 缴那个手机费用 你们大家都不买书 有的也太不太需要买书 因为要去找PDF档都找得到 所以你们写读书心得呢 你们不是从你们开始 从几千就开始 老师我借不到书 读书馆只有一本书 你借不到书 借不到书你就自己乱写 你自己乱写 问题是出在你不出在我 书我都看过 那你去看一本我没看过的书 我根本就不能给你什么建议 那如果你看的书看完了 是抄博客来或抄网路上的 你写的报告有什么意义呢 你是替老师去看博客来吗 所以如果作业你都不能够用认真的用自己来写 你一定要抄别人的 你上我的课真的是个浪费 因为我给你机会 你可以好好的用你的方式来写 我不会惩罚你 所以我的课有好处是我不惩罚你 坏处就是因为我不惩罚你 所以给你个乱搞 好处是我不惩罚你 所以你可以为所欲为 看你怎么用 这是在你不是在我 分数对我没有意义 对你们是有意义 对我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我觉得如果念大学 你不能够在修一门课的时候 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好好的发挥自己 真正看什么书 那你就把我的课当成一门随便混的课 唉你的人生有几个这个年啊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那是人家生日的时候骗你的话 好 年年不有今日 岁岁不有今朝的 今朝一过就没了 你将来再碰到一个我相信的老师 用这种方式对待你 我希望你碰得到 好那就把研究分成五个阶段 然后漫画内容分成八大类 这在第三段里面讲 就他发现呢 圣经跟清教的主题 是1960年代以后才有增长的 以前的那个纽约客的笑话里面 对这个没有特别 第二段是1960到68年 有关超自然事件的漫画就突然间大量增加 那跟美国谣传的外星人 坠毁在51区 Rockwell那个地方是有关系的 到现在为止 电影也这样拍 每一个人有超能力 X战警 然后什么金刚狼 我太太超爱金刚狼 我觉得是因为身材的关系 不是因为他的手指头的关系 不然你敢跟金刚狼在一块吗 对不对 他要销水果 他要销得很快 他万一一抱你 你就全部被销掉了 我都不能想象跟那个人在一起 金刚狼 金刚狼还到日本去 你看这 没戏可以拍了吗 修杰克曼很会唱歌这点是到 我知道是非常压抑 看他那个悲惨世界 竟然真的是他唱的 外国明星 好多人都有 真的是唱歌 大概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东方的明星唱歌 常常就是问题 因为他没有完整的演绎的训练 他长得漂亮就可以演电影 外国人就比较有完整的训练 很多人从舞台剧开始 台湾很多人不能演舞台剧 明星跟演员是不一样的 好 那这个对神志人员的批评呢 从193年到195年代有上升的趋势 然后骤降 显然这个神志人员 越来越来越跟一般民众 一般的班打错 没有什么区别 教会呢 越来越越成为批评的目标 像现在我们台湾是讲多元家庭 但美国一直有那个同性恋大游行 那天主教会一直反对同性恋结婚 或者反正同性恋这种行为 甚至还有人把家长 信天主教家长 把小孩送到矫正同性恋这种 然后把小孩搞死掉 在美国这也是很大的事件 这样的 在台湾这个世界相对人比较小 我知道也有人把小孩 同性恋小孩送到精神科 希望医生矫正他 那现在医生根据现在西方的医学标准 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 如果1974年以前同性恋还算 现在已经不算 所以医生也不会帮你矫正他 那该矫正的通常是爸妈的观念 但是爸妈 常常认为他跟上帝 或跟什么人是站在一边的 这就很麻烦了 什么事情一扯上上帝 那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沟通了 你要不就信 要不就不信 这就没有一个中间地带 另外这个人 Samuel Jackal 这个人2008年他研究 一般认为宗教跟幽默不相容 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 所以在西方在第五世纪左右 这个人 Saint John Crosotum 创下了严肃脸的基督 你现在看到基督的脸 就是靠他们这些人想象出来的 这些人没有人亲眼看过耶稣的 这些人没有人看过 那耶稣为什么是一个白人 现在有人研究了半天说 他应该是中东人 中东人 你看看现在以色列跟阿拉伯人长的样子 如果基因变化不太大的话 他应该就是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人 那跟你现在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那长头发像嬉皮的 然后长得帅得要死的那种 那都不对的 那都不对 就像佛陀一样 佛陀头发上怎么一堆那种一圈一圈的 他是自然卷吗 还是小卷吗 那个后来他们就有解释 佛陀头上为什么那个 那很多人说 那看起来像一坨屎啊 那真就是 释迦怎么是一坨屎呢 所以你看这个有时候 反正佛陀不会在乎你开玩笑了 这人长什么样 后来都有一些神迹的说法 好 所以严肃耶稣的脸 这个叫Dole-faced Christ的形象 因为呢 为什么他引用约翰福音书 十六章二十节 说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 你看这个基督徒 当时基督徒 初代的基督徒 跟后代的人 跟当时的世人不一样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 将变为喜乐 然后在这个段之后 他评论说 基督在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们还笑得出来吗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基督的那种悲苦的形象 尤其在十字架下来 那个痛苦的形象 就变成历代的画家 或其他的人 一直要强化的印象 你能想象他从那下来说 哇好爽啊 这什么画呢 对不对 SM啊 怎么会这样呢 不可能的 然后第二世纪呢 圣本土教规 圣本土教规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个基督宗教历史上 因为他是第一个 把基督教的一些规矩 尤其他们有了修道院 修道院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一般来讲 有两个最明显的贡献 第一个他们很守时 也有陈导 有丸导 有舞蹈 所以每一天呢 就那个时间非常准时 第二个 因为他们喝葡萄酒 所以对世界的红酒 非常有贡献 因为这个 僧侣呢 没事做啊 灵修啊 灵修的结果 唯一能喝的就是葡萄酒 因为葡萄酒呢 象征着上帝的血 你喝上帝的血 就表示你跟他融合为一 这个壮士 鸡餐骨肚肉 笑谈可怒凶怒血 这你们现在都不唱是对的 我们以前一天都很唱 都不知道唱完了 那等于是食人族 你知道吗 这很可怕的说法 怎么笑谈匈奴血 那现在谁是匈奴啊 这话不能说啦 岳飞时候能说 现在不能说 这在唱下去很麻烦了 所以现在都不唱 有一次我看过一篇文章 研究世界各国国歌 说世界各国国歌 基本上都非常残忍这样 尤其法国国歌非常残忍 建议大家改国歌 现在大家好像很多场合也没改 就不唱了 这国歌都是民族主义情绪时代的事情 你们现在有什么场合唱国歌啊 毕业点你有吗 没有 美国在basketball 美国在basketball 我们台湾有吗 当棒球比赛的时候 有唱歌吗 台湾没有 有吗 没有嘛就是找一个 什么明星人 然后开个球嘛 欧阳尼尼啊或谁 什么这样 对不对 然后他就翻两翻 然后什么就个球这样 很搞笑这样 美国是basketball 你们每天 美国的学校每天还要 Pledge the flag 对不对 台湾没有啊 你要念一段啊 不管你也多快都要念一段 台湾没有每天要对 像国旗什么 集国父一向行三驹公里 也要嘛对啊 对还有一个宣誓 对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有没有宣誓 要跟谁宣誓也不知道 台湾有那种入籍的仪式嘛 美国那个对啊 你还要背什么 还考试的啊我知道 有人还要背什么 美国总统是谁啊 然后说地级任总统是干嘛的啊 这样子 美国人别看好像很民主 在某个地方 对于国家民族 这个是很强调的 像现在因为911以后呢 美国任何 他们叫homeland security 国土安全局 有任何危害美国国土疑虑的人 他都可以把你抓来 不禁审问就把你关到 那管他那么多倍这样 管他那么倍 那真的是翻成国语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们在台湾还好啦 因为我们知道 长得不是阿拉伯人一样 我就有点危险了 因为我胡子比较大 这个大胡子通常是阿拉伯人的象征 那中国在13世纪的时候 在泉州有很多阿拉伯人来做生意 所以其实在泉州地区 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做研究 不是研究 他刚好姓叶 他说叶呢 基本上就13世纪阿拉伯来的 你看阿拉伯人的特征 体质特征有几个 第一个秃头 大胡子 那我至少还没秃头 所以我大概有一半 那我们可能是开封犹太人也可能 所以大胡子 这个是跟一般的中原文化的体质 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这个圣本土教规 回到这里 在淡水有一个圣本土修道院 就是在Benedict 你到美国去有那个早上的淡 叫Benedict Act 那个是没一个任何关系的 Benedict Act 你不要以为跟圣本土有关系 禁止在神圣跟乾淨的生活中有孝称 不准孝的 好 然后呢 如果引起孝顺延迟 就会将说话者逐出教会 我们不取门徒说这样的话 所以大家看起来很严肃嘛 就这样不能孝 如果各位在国中高中的时候 你好像在走廊不能跑嘛 对不对 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有这个规定 为什么不能跑 所以会危险嘛 那上课的时候绝对不能嬉孝嘛 这也是 好像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18世纪呢 这Wesley John Wesley 你谴责他的莲金 莲金就是跟 你的太太跟他的太太是姐妹 你们两个就叫莲金 那是相对于男性来说的 如果你们两个的先生 从女性来说 两个先生是兄弟 那你们叫轴离 最近奶粉案的那个就是大嫂 那就是轴离 莲金就是老婆之间的关系是姐妹的 那叫莲金 就是你的那个袖子是连在一块 这是中国人很奇怪的说法 莲金跟这个轴离 轴离都是女子旁 莲金都是衣服旁 好 而这个莲没有衣服旁 好 我可能错了 因为他了解笑话 并且开怀大笑 所以他是清教徒里面 会懂得笑的人 那波特莱尔说过圣经从不笑 波特莱尔的坟墓在巴黎 波特莱尔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 很多写诗的人 非常喜欢他的那个那本诗集 叫做The Flower of the Evil 恶之花 有的翻译恶之华 华就是花 古意 好 那这个 这个人 Ralph Wood 叫谁我不知道 圣经被称为世界上最不有趣的书 是有道德一个他黑漆漆的封面 就知道这本书要传达什么样的情怀 现在圣经的封面有很多样 不是只有黑漆漆的 黑漆漆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版本 你如果到校园书房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版本 黑漆漆的版本还是蛮多的 那他认为呢 另外一个人在252月 他研究结果发现 通常信教的人都缺乏幽默感 从人格心理学观点来看 宗教跟幽默感的人格特质 认知结构跟社会影响都成负相关 像我这种人就很难信教 我很难加入任何团体 因为看什么事情都可以开玩笑 那你这一开玩笑人家觉得你不正经啊 你好像什么事情在你都没有一个那个 我连开学术会议 我都忍不住五分钟没笑话 我的理想就是要像奥斯卡颁奖那样 每讲一句话都是个笑话 几个礼拜前在另外一个学校演讲 几乎达到那个境界 我高兴到不行啊 好那西方地上也有反正 这是一个是正面的影响 所以就是看你念书念的细不细 欧洲中古教会在所谓Holy Week 就复活节前一周 他们这样算的 我们在台湾当然算不准 也很少人注意 这几年是因为教美语的老师多了 还怎么样 所以开始有纪念感恩节 纪念万圣节 然后那群学美语的小朋友 就得被那老师拉着 然后到处去要糖 那要糖的都是安排好的 后来美国因为有那小孩失踪 被绑架案子 后来很多人也不敢去trick or treat 不然的话应该挨家挨户的 在邻里那边要求给糖这样 我现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因为我们宿舍住的人 我住在结婚宿舍里 宿舍住的人是各个文化都有的 所以那个要过这种节日的人 他就在大楼的底下贴出来说 如果你要站住这样的节日 请你在门口贴一个南瓜的符号 我们就会去敲你的门 如果你不想被打扰 我们就不会去打扰你 所以美国那次 我们就没有贴南瓜的那个 不然就要给小朋友躺啊 那现在给小朋友躺 你知道怎么样 那很危险的事情 台湾没想到这几年来 竟然风行的很 就给小朋友躺这件事情 有些家长训练自己小孩 不要拿别人给的东西 避免在外面 我刚开始不知道 有一次学生的小孩 学生的小孩 学生每次最大的困惑 就是说老师 这是我小孩 他要叫你什么 我很早的时候就学到这个智慧 因为那时候我刚回来 有些同仁就有小孩 就问我们的老师说老师 我们这个小孩要叫你什么 叫你爷爷吗 大家对爷爷这个事情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樱桃小丸子的爷爷之外 大家都很排斥 所以那个老师就说 就叫我老师好了 所以我后来学到以后 所以你们这小孩要叫我什么 老师 懂吗 不要叫我姐姐 记住啊 我不会懂姿懂姿懂姿的 唉 天哪 你们到时候过年 就每个人在那边懂姿懂姿懂姿的呢 唉 跳得不错啦 真的是跳得不错 这种歌也会流行 真的是 真的是很难想象 好 所以这个 就叫老师 这样 所以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 又讲到那个 讲到万圣节 讲到小孩被绑架 好吧 回不来了 好 那就讲到这个 有些基督教现在的庆祝的节日 其实是当时的异教的节日 异教节日会比较欢乐 像万圣节 万圣节装神弄鬼 干什么呢 装鬼啊 然后吓人啊 那小孩那样 常常就你觉得 小孩根本就吓不到人啊 那根本就是好玩而已啊 就他要cosplay吧 没得cosplay 还有可能南瓜盛惨吧 不知道怎么办 就像那个感恩节一样 我觉得感恩节是全世界最荒谬的节日 各位知道 为什么叫感恩节吗 因为五月花号 那些清教徒下来以后 没东西吃 然后呢就祈祷上帝 然后就蹦 就出现一只火鸡 然后他们就感谢上帝 然后就把那火鸡给干了 所以每年到这时候 就在那边吃火鸡 就这故事嘛 我到美国就说感恩是感谁呢 是感谢上帝啊 为什么感谢上帝呢 因为他吃一只火鸡啊 在人都很饿的时候 我说那不叫火鸡屠杀日吗 所以美国总统呢 每次在感恩节之前 一定要赦免一只火鸡 你们就不要吃火鸡嘛 啊不行 那这火鸡是一个大事业 你吃火鸡是什么行呢 火鸡真的很难吃 各位同学 那肉又粗糙 然后又大支 所以美国呢 就一个很大的烤箱 烤箱的size 基本上就要能够塞进一只火鸡 那是烤箱的标准size 你烤箱要塞进一只火鸡 那美国人不会买给那烤箱的 因为他重要工程就是弄了火鸡 那火鸡得烤好久好久 然后肉非常非常粗糙 很难吃所以要加gravy 那gravy要加很多很多 基本上要把火鸡给淹没 我刚才觉得这整个 这是一个毫无乐趣的事情 搞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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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你要卸什么啊 我就叫一瓶可乐 就跟叫披萨 就吃起来就很爽了这样 他们没有火鸡披萨 美国人的披萨口味非常少 少到我觉得 哎呀真的在美国吃披萨 没什么乐趣 披萨台湾都好吃 真的披萨台湾都好吃 我没吃过日本的我不敢说 我在美国的时候吃的 每次就做那几种样子啊 然后都好大一片啊 那就填饱肚子啊 美国的披萨最令我怀念的 就是它的起司很粗 本人超爱起司 可是那花生酱超咸 对 然后那个起司真的好好吃 不过我在的时候 披萨还没那么多样子 现在披萨样子太多了 回到台湾来有一阵子 我专吃披萨 我不做别的事情 披萨跟可乐 所以变成身材就一去不复返 同学因以为戒 那不是好东西 所以这感恩节啊也是啊 这么复活节啦 前一阵子有Advent 那个都是我们不是信教的人 都不太知道 这些节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真的某种程度 全球化的结果 好像多多少少 你都要知道一点 像现在圣诞节 圣诞节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 有人非常夸张的说 耶稣是诞生在夏天啊 南半球现在也是夏天嘛 所以南半球庆祝那个圣诞节 就更尴尬了 对不对 你那边唱Why Christmas 那唱的时候 那边夏天吓得要死 热得要死 然后那Christmas现在 有谁 你知道Christmas 原来是要给窮人一个希望 要照顾窮人的 要发挥博爱的精神 现在有多少人发挥博爱的精神 现在不就要干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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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圣诞节大特价 美国以前这样 台湾现在也这样 然后到圣诞节 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恐慌 有那个Shopping 最后一分钟Shopping 然后现在网站上都告诉你 什么时候Christmas到 你不用担心 他说距离Christmas 二十天 你要买什么东西 还二十天 十八个小时 五十九分钟 现在生意已经做到这种地步 增加你的恐慌 你要是没买Christmas present 你基本上就不是个人 台湾到现在为止没这个压力 美国你不买Christmas present 你真的不是个人 再不成才的人 都得准备一个Christmas present 我们台湾就准备一个红包就行 我们是非常务实的 所以要买礼物 真的也是很大的学问 美国人更厉害的地方是 你买了礼物以后可以拿去退 去结婚礼物 台湾因为送红包就没这个问题 美国人呢 后来有一些 因为美国人至少在纽约 很多人都各个文化去的 好吧 就稍微改变一下 你那个要结婚的时候 你可以列一个名单 清单这样 你要的东西 然后有人会在后面打勾 他会帮你买这样 像有 对对对 有那种 对 你就拿那个scanner这样 像听说那个 新娘要去 像Tiffany买东西 也是scanner 你招到时候你就全部结账这样 酷到不行了 这个世界真的是 台湾还没有这样 但是我看也快了 好 还有驴子节 驴子节教师 会扮演一些什么 Lord of reason 角色鞭打驴子 会比较不宗教的方式来 模仿一般人 这都是异教的节日 后来大概受了欢迎 你就跟着玩吧 反正热闹为主 这样 就不是以这个宗教神圣为主 那有人认为 这就是社会生活中 有的时候需要高兴 跟欢乐 跟悲哀 然后这个快乐跟这个 严肃跟幽默 有时候要交替这样 这个庆祝第十二页 就祖显节第一天 大部分人也不知道 什么叫祖显节 就是狂欢节 平常的规范都不必遵守 这样 所以这个每个文化 都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另外呢 有人研究耶稣的幽默 在这个 这个人叫True Blood 真学先生 说The Humor of Christ Christ是天主教徒相信 这个基督 基督是弥赛亚救世主的意思 你叫他Jesus 是因为他名字叫Jesus 他没有last name 现在很多西班牙人 男性 都叫Jesus 他们念成Hesu 就是这样的名字 美国人很少人 我没听到任何一个人 说My name is Jesus 你会吓死很多人 你叫Hesu可以 因为你是西班牙裔的人 那这个Human Christ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Christ 可以用Jesus 你用Jesus Christ 那你大概就是教徒 才是这样用的 他都忽略了耶稣在福音 说表现许多幽默 什么幽默呢 特别是他为了暴露 这个揭发罪恶跟愚蠢 所用的反讽 在幽默里面 有一个irony这样的功能 那耶稣就像门徒彼得 戏称为磐石 他认为那是个 在当时的语言里面 彼得这个字跟磐石这个字 是一样的字 同音异智 或者不同的异义 所以后来才会说 我要在这一块磐石上 建造我的教会 所以磐石那时候 我要再让彼得 建造我的教会 所以彼得就变成 掌管天堂钥匙的人 就这么来的 就是因为一个 同音异智的关系 所以彼得就占了便宜 这样 好 那这个跟彼得个性 完全是不搭的这样 这里可以看出 耶稣给彼得的 反奉的意思 所以昵称是反奉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磐石 那true blood认为 耶稣自不在挖骨或伤害 而在揭发愚昧展现真理 譬如说 妇人进天堂 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这就是一个 他认为这是一个 讽刺的比喻 是个幽默的地方 但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这个幽默 就不是会让你发笑的 所以就跟笑话不一样 所以幽默跟笑话不同 在这里就可以展现出来 好 那这个基督教呢 跟三种幽默理论 可以重新调和 这个三种幽默理论 我们到最后会讲 一个就是不协调理论 这有时候不同的翻译 叫做incongruity 那耶稣的教训中 调诡的部分 譬如最后的 将变成最先的 这种话讲出来 都觉得你在说笑话 这怎么可能 最后的变最先 我的老师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讲了一句类似的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句有关 他说你现在在排行 来最后 向后转你就第一 这是讲什么 我们在 活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段 二十世纪后半段 就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我怎么都看不出来 说将来那个国语啊 或者普通话 变成全世界人 学习的潮流 我怎么都看不出来 怎么可能 哇 你现在看看 好 我跟讲 我年轻的时候 你们现在相信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的时代 是 应该变化比我还快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要相信什么 我那时候相信很多东西 到我现在我都觉得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我刚刚讲过那种会有战争的事情 没有发生 什么最后的到相互转会第一 好像有在发生的样子 我完全不能想像中国大陆会超越台湾 尤其在1995 刚回来教授的时候 大家那种台湾人自大的 台湾钱烟绞木啊 坐着都赚钱的 钱都不知道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玩股票不知道怎么玩呢 而今安在灾 那时候只会想说越来越好 没有想到薪水十几年没有变化 甚至倒退 这想都想不到 所以呢 一样好的坏的 我不知道你们到了我这年纪以后 你们假如坐在这讲台上 你们是在讲什么 到时候那外星人的交换生坐在下面 你就说哎呀老师以前爱吃章鱼啊 那外星人的交换生就像看着你 拿他的那八只脚这样 你就小心了 那是你的时代我很庆幸 那我今天不小心吃一只乌贼 希望外星人不要长得像乌贼 那就麻烦了 好那这个常讲到颠倒的事物 死后还有生命 这很多人相信轮回了 那也有人相信 也有人不相信这个 在印度早先就好多种不同的算的理论 就是断灭论 人死了就像灯关了一样就没了 那有人认为那个 你在这地方死 你在别的地方出生 佛教基本上这样详细 所以对死亡他们不觉得恐惧 所以他们会觉得叫涅槃 涅槃跟死亡是不同的概念 虽然在意义上可能都是心脏机的跳动 那有些新兴的教派像天堂门 这教派集体自杀 集体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救世主 就是外星人来接他们的 穿得非常整齐 躺在床上三十几个人就这样 全部人集体自杀 然后就被外星人接走了 号称了 所以这种呢都是很让人不知所措 我们大部分人是不会相信 但信徒真的会相信 好 那个作者他相信 笑声可以有效的让心灵 准备好去察觉真理 这是他相信的东西 可是呢大部分人都觉得 你要念经书的话呢 像我以前去拜访一个回教 台湾的回教的一个负责人 在那个辛亥路那边 不是各位经过辛亥路碰到哪一家 我就去请教他 他就跟我说 你如果要看《古兰经》的话 你记住 一定要先洗手 你不能在厕所看《古兰经》 我就天哪 我在哪里看书 一眼就被人家看出来了 本人就超爱在厕所看书的 哎呀觉得羞愧得很强 他说呢 你一定要把《古兰经》 摆在最高的地方 我想哇靠 这有困难 所以我后来都不敢去见他 我摆在很高 但不是最高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是摆箱子啊 什么这样的东西 所以 有时候觉得这压力太大 所以有时候都不太敢打开《古兰经》乱看 压力很大 我就会碰到一个 我的学生是牧师 基督教牧师 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 我说你们有没有规定 不能够在厕所看圣经 老师应该没关系吧 他愿意看这个已经很高兴了 他在哪看呢 这不重要吧 我想哇真是感人哪 这种宗教 非常适合我这样 我说那要不要摆在最高的地方 他不必吧 怎么拿方便怎么方便 我想哇真好 每个宗教不一样 或者我问到人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研究呢 主要是跟社会学比较相关 你们叫不念社会学的人 这东西跟你就没有太大意思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 1905年左右 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 叫马克斯菲伯 马克斯菲伯呢 写了一篇很小的研究 叫做《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呢 实在是让你看完以后 非常没精神 这本虽然是个小书 很不容易看 因为他的论证很多 那他主要证明就是说 基督宗教的某些教派 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宗教 比如说他就认为路德教派 跟后来资本主义发展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在前半段的书就讲完 这路德教派没关系 他只有一个概念 叫做置业的概念 有点关系 所以他就说有些教派 特别是科尔文教的影响的教派 对于这种在生命 在人的生活中 是要勤勤恳恳的工作 来荣耀上帝这件事情 是跟后来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是相符的 所以他认为这种就是意外的 基督宗教的这些教派的这种的伦理 勤恳的工作 只问付出不问结果的工作 就意外的造成了世界走向了资本主义的世界 这样的精神跟资本主义精神是弱和伏结的 那后来资本主义精神就缺少了宗教的这个神圣性 所以就由God 你信仰God变成你信仰Gold 只差一个字 美国的这个钞票上写着 In God we trust 说我们相信上帝 然后在很多加油站的那个收银台旁边 有一个那sticker 上面都写着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金币 那个是很好笑很好笑很好笑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不清楚你就以为他很信神 不他只相信金钱 那资本主义的时代呢 金钱就是新的上帝 你看这个赚钱赚了很多很多 还要继续赚的那些人 住在地堡的 或者有其他的那种全世界首富的那些人 像谁啊巴菲特 巴菲特一直鼓励美国的有钱人把钱捐出来 我觉得这最好笑的地方就是他把钱捐出来 他还活得像个有钱人 这叫受死的骆驼比马还大 那中国有钱人呢好像听说只有一个人 愿意把多少钱捐出来 大家都不愿意把钱捐出来 觉得好不容易赚到了怎么能够那个呢 所以耶稣才会说 妇人今天好像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巴菲特你跟他约吃午餐 每年还卖一个那个多少钱 对不对 你跟他约吃午餐他把那钱捐出去 然后听说他吃的也并不好 我也觉得可以这样 跟孙老师吃午餐 孙老师分数从八十分起跳 这样马上就会被抓 说这是贿赂 你看人真的穷的时候就是贿赂 我要是有钱的就不是贿赂 我要是像某些人那么有名的话 每天每个礼拜我有五个饭局 各位台大同学可以跟老师吃午餐 哪个校长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可以选那个校长 可是你们没有投票权 校长 你们现在看到校长认得出来的同学请举手 你有信心说我今天看到校长 我就知道他是谁的请举手 没有嘛 对不对 你们要看到孙老师 不认得孙老师的人请举手 也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你们不看到我跟 看到他 我怎么讲的 我自己都很懂我意思 这是一个笑话 最后就倒在自己身上的笑话 好啦 所以呢他就根据这样子的 有名的这个论题 研究了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的 诙谐精神 那这诙谐当然就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 很简单呢 还是讲到有些人的贪婪啊 还是讲到有些人的愚蠢啊 然后他就拿苏格兰当例子 就这样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然后他提到好多好多的故事 我觉得应该像那个正义一样 那个麦克风不用挂在那个人身上 为什么哈佛大学做得到 我们却做不到 好 那这个所以呢 他就他的论子就是那么简单 他举了很多例子 很不幸的这些例子 很多的英文我看不懂 这样 所以大概从254月开始 可以 那下面都有例子 那我讲一下 都相较于科尔文教徒 精打细算的这种 刻板印象的笑话 那有关 罗马天主教徒的笑话 强调他们很愚蠢 所以一边是愚蠢笑话 一边是那个精明笑话 或者尖巧笑话 这个在我们前面讲到那个 族群笑话的时候就出现过 那现在把族群笑话转到天主教徒 跟基督教徒身上 他说通常呢 天主教徒笑话 多半是新教徒 或者非宗教教徒的世俗人士 只有南非的 科尔文教派 教徒才被嘲笑愚蠢 这跟他们处在 经济落后地区 远离欧美的 科尔文神学中心是有关的 这样 那这个笑话呢 我就不念 因为有些我自己看不太懂 这边有一个 要稍微说明一下 在255页 科尔文教派 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理论 叫做前定论 Predestinationism 这个呢 是一个 有点 一般人不太理解的概念 说啊 到底谁是上帝的选民这件事情 他们有选民的概念 不是投票的人 这谁是上帝的选民呢 这件事情呢 是早就决定好的 我们世界上呢 早就决定好 谁是谁不是 那谁是呢 你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那你 可不可以有什么迹象呢 你也不知道 但是呢 有一个你可以考虑的 就那种勤勤勤勤做事的 那些人呢 大概是上帝的选民 但是你勤勤勤做事 不一定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让你造成一个紧张 那我到底是 还不是 你的选民呢 所以你要不断的 勤勤勤勤的工作 你最后最后到 上帝最后审判的时候 才能决定 你是还是不是 他说就是因为这种信念呢 让某些人就造成了 心理上的紧张 所以呢 会不断勤勤勤勤做事 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好 这东西要怎么比喻 我有一次这样比喻 会发现很 不对 就有一个老师 在自己上课之前 不告诉你他 给分的方法 同学 你们这学期 会有一半人及格 一半人不及格 那老师请问 哪一半人会及格 会及格的自然会及格 不会及格的自然不会及格 那怎么办呢 要不来上课呢 有的老师会算说 上课30% 他都不讲 所以你要不来上课 有的同学 最后在争取分数的时候 常常讲说 可是老师我每一堂都有来 那你这个争取这样分数 是因为老师 如果把上课算成分数 当然每一堂都有来 是有意义的啊 我这种老师 就没有任何意义啊 我来还不算啊 那我都不来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那你自己看着办嘛 像刚刚那种老师 完全不讲他是怎么样 你不觉得很紧张吗 上他的课 那我功课 我写了那么多报告 我写了20万字 结果得到分数 不如那个写一页的人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选民啊 你不是啊 这就是一个 套套逻辑的答案 你知道吗 这有点类似这样 所以你是不是选民 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 那是上帝的旨意 你会不会通过这堂课 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啊 那孙老师的旨意 我们在人之间 就不能干这事 上帝可以 你看当上帝多熟 还有人崇拜 我们根本就没人崇拜 所以这是Predestinationism 这是一个从理性分析上 是说不通的事情 但是宗教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说过一句话 就是因为他荒谬 所以你才要相信 不然的话你怎么办 荒谬的事情你只有相信 你不相信 他就不会发挥任何力量 从另外一面来看 没办法理性讨论 好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 是犹太人的幽默 我上次有讲过 那犹太人幽默的 我就根据 这犹太消化大权这本书 他说犹太幽默的中 内容人物定义语言价值 两百五十七页 跟符号方面 都是犹太人生活为中心 那犹太人都了解 但是呢 非犹太人 非犹太人有时候简称goy 犹太人叫你goy 你不要以为他讲台语 你说你这人叫goy 不是 goy就是好事 但是goy不是好事 非犹太人是不了解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犹太幽默内容多元丰富 很难以概论 很多人希望找到一个定律 很难 比较容易从他不是的特质来说明 说第一个他不是逃避现实 也不是纯粹搞笑 也不是肢体的 也不是残酷的 也不攻击弱者 不是礼貌的或微量公俭让的 可是马上又可以告诉你说 这都是例外 所以犹太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 所以只能一个一个看 第二大体上犹太幽默的特色 第一个实质的 第二个有社会跟宗教的批判 第三个反权威的 第四个论点会让人家不舒服 第五个嘲讽一切 包括上帝他的嘲讽 这个我们在台湾比较难感受到这个 你在纽约或在美国的大城市 特别是美国的大城市 你非常容易感受到这种犹太的幽默 尤其有一些笑话俱乐部里面 或者这个美国的电视剧 那些剧本的很多人都是犹太人 好那这个1986年Whitefield的研究呢 他研究是当时著名的犹太裔作家的作品 跟喜剧演员的表演内容 他认为过去的研究认为 美国犹太有两个 第一个是宗教来源 第二个他们是少数民族 会反映犹太人被压迫的这个历史现实 那作者指出更三重要第三个特征 是美国犹太喜剧演员 对自己的知识能力跟智慧自视甚高 因为一般美国人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他们经常拿西方的精致文化 当成开玩笑的对象 包括西洋古典音乐的乐器 跟俄国的文学作品 因为很多犹太人是从俄国来的 大部分的美国人对文学的素养是很低的 你不能想象的低 你当然不能拿美国的哈佛大学 长春年联盟的学生来比 就我们通常说美国人数学很烂 你不能拿美国数学系的人来当例子 美国数学系的人也是不得了的 但别忘了美国是世界大龙鹿 尤其我在纽约待 我从来不认为纽约是美国 我觉得纽约是联合国 那真正的美国大概就像德州啊 或者中西部那些地方 那个看起来比较像美国 所以我在纽约念书 我都不觉得我到美国去念书 我同学里面没有几个美国人 所谓的美国人 有的是当然拿了绿卡拉在那的 但是没有什么美国 同学里面学校里面在纽约市 纽约市听说讲一千多种语言 然后有族群食物至少有五百多种以上 我在纽约就吃过伊索皮亚的食物 我在台湾都没吃过 我觉得最酷就是那个食物 他来了一个大盘子 一个那个白色的饼铺在那个第一盘上面 然后接下来中间摆你的主食 旁边呢就是按照十字架的方式 摆了几个那个小菜 然后再给你一套饼 捲起来的 你就拿那个饼来吃这些东西 吃完了最后你把铺在下面那层饼也吃了 也洗盘子都不必 哭到不行 就像意大利面你知道吗 听说在意大利的吃法 是最后最后给你一个面包 然后就把那个蘸酱呢对不对 全部抹了要吃完 然后那个盘子干干净也不用洗盘子 这才是科学懂吗 最好连盘子都可以吃进去 冰淇淋不是这样吗 你那空就可以吃下去吗 对不对 只有那种没有诚意的空 竟然是那种吃完软趴趴的那种 你知道吗 像日本的最终那种壳 我记得最终真的不知道谁发明的 难吃到必 那壳很难吃 有人喜欢吗 那吃了就到入口即化是真的 我都不知道那名字 为什么取名叫最终 好 那这个犹太人 特别说明一下 那宗教的比较 也有人比较宗教 他这边讲到一个笑话 这比较容易了解 Young Catholic woman told her friend I told my husband to buy all the Viagra he can find 所以天主教的女孩跟他先生说 你出去以后把所有的 这个 Viagra叫做威尔刚 把威尔刚都给买来 香港人叫伟哥 因为这个笑话的地方是在于反凤的地方 是因为通常天主教的女孩 是不太会想信方面的事情 然后叫先生把威尔刚买来某种程度代表 他对信是非常非常的渴望的 所以这个笑话的背景是这样 Her Jewish friend replied 她的犹太的朋友 这张女性 I told my husband to buy a stock in Pfizer He can find Pfizer是辉瑞大药厂 是制造威尔刚的这个公司 那个女孩就为了自己 刘太人是为了赚钱 这笑话就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呈现 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好 另外呢 说 After knowing one another for a long time Three clergymen One Catholic, one Jewish, and one Episcopalian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 这三个宗教的神职人员 就变成了好朋友 他们虽然不同的教派 When they are together one day The Catholic priest is in a sober reflective mood 他很清醒 很反省地说 He said I'd like to confess to you that although I have done my best to keep my faith I have occasionally elapsed and even since my seminary days Seminary是神学院的日子 I have not often but sometimes succumbed to and sought carnal knowledge Carnal knowledge跟 knowledge 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文雅的话 就是他想上某个人 他想跟人家发生性关系 Carnal knowledge OK Nothing to do with knowledge 他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就说 他虽然那个还是犯的错 还是常常会有这样的念头 Well said the rabbi Rabbi 是犹太教的牧师 It is good to meet these things and so I will tell you that not often but sometimes 都说 不是很经常啦 但有的时候啦 I break the dietary laws and eat forbidden food 啊 犹太牧师能吃的东西是很奇特的 有一次我去个地方 他就特别 那我们去借人家的房子 屋主再三交代 请你们记住 你弄牛肉的刀 跟弄牛奶的刀 或更何刀叉 不能摆在一个抽屉里 哈 有人非常严格遵守这种戒律 那个刀叉都不能摆在同一个抽屉里 最后我决定 跟我太太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在屋外面 我们就用手 不要用他们家的餐具 哪一天把人家给搞坏了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被人家诅咒不是一件好事 你不知道犹太教有多大诅咒能力 我不知道 我怕他们有 所以我就在外面吃 买了烤鸡回来就在外面吃 而且呢 在那屋里要吃kosher food 要经过犹太牧师扶赠过宰杀方式的那种 美国超市通常都有 两栏 一本就kosher food kosher food kosher 另外一栏就是 没写的 我刚才到美国不知道 我以为这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吗 一看没什么差别啊 这也是肉那也是肉啊 我们那时候完全没这个概念 后来经过有学问的同学告诉我 才说 原来kosher food是犹太人吃的 他的宰杀方式跟一般的宰杀方式 店宰是不一样的 那清真就是伊斯兰教的主 那个宰杀方式也不一样 各位在和平东路口 那边不是有个starbucks吗 和平东路跟罗斯福路口那里 有一家清真牛肉面 牛肉店跟牛肉 是面店 那也是宰杀方式不一样 如果你是姓回教 你就得那样子吃 你不是所有牛肉都可以吃的 宰杀方式是一个重点 所以信教的人很在乎这个 因为他觉得那样子对那个生物 对那个牛比较仁慈 你会祝福他 感谢他为了人类牺牲自己 什么之类的 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垫斩 就没事 这是不一样 好那rabbi就说 他有时候会破坏了这个 比如说可能喝牛奶 跟牛肉就会摆在一块 And this Episcopalian priest his face written 他的脸就红了 看到两个同事这样的承认 他就说 If only I had so little to be ashamed of You know Only last week I caught myself eating a main course with my salad fork 他说 我其实问题真的很少 很少觉得很丢脸的 只有上个星期我才发现 我自己在eating a main course with my salad fork 我只有拿沙拉用的那个叉子 来吃我的主餐 我看完我就不知道 这个点在哪里 当然沙拉的那个叉子是不能用来 不能只是礼貌上不能 有些那个餐厅 新餐厅会非常认真的 就把你的那个 沙拉的叉子给收走 各位如果打过工 你老板可能交代过你 不要让人家用沙拉 你都知道吃的时候 从外到内嘛 然后你点了餐以后 他不是都排好了吗 有时候会说 先生你点了餐 不用到那个 他就把你收走 对不起 他就把你收走 那那个不收走 他看你吃完 他马上把你收走 好像你用了 用错了叉子 会怎么样是 你就忽然间不自主的那叉子 就叉到自己心脏上去吗 有这个必要吗 你这样洗要洗多少啊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刀叉为什么需要那么多 有一个人分析说 西洋人随时在备债 所以连吃饭的时候 刀叉都拿着 那中国人呢 中国人不是那个刀子 那筷子可以被 穿过人家心脏的吗 那你要说什么呢 对不对 小李飞刀 拿筷子不是一样 可以当武器吗 说什么呢 我认识一个朋友 年轻的时候 因为看武侠小说 他就要练那个刀子 那筷子可以 可以射到西瓜里面 然后射很深这样 然后在年轻的时候 他还真练成了 现在怎么样不知道 可是没那么多西瓜 那种西瓜很贵的 变成那干嘛 你要当特种部队吗 我常常觉得 你学那干什么 你要去拍电影吗 电影都是假的 你干嘛真的要那样射 有那个魔术师 拿那个扑克牌 削黄瓜 你要到餐厅打工 然后这样削黄瓜吗 你不拿刀子这样削就行了吗 我觉得 那有什么用呢 真的呀 帅到医美诊所不就更快吗 那还需要你有什么 有人就这样站出来 就帅到不行啊 你还得拿那个 说等一下 我的帅你还没看到 同学那时候骗你的 你还 然后人家告诉你帅 你就觉得那样很帅 你不觉得很蠢吗 黄瓜 要不然你就这样拿来就吃了 你还这样 笑掉52块黄瓜 你看 一样大小 不必嘛 人家有那个转的你知道吗 那黄瓜削完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常常觉得 人类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那种很浪费的事情 没有必要吧 有必要吗 像中国人练九九神功 以前那个广告就是 那九九神功就弄一台电视 就吊在那里 然后这边因为九九神功是用 男人用自己的音镜 然后能够举了一个电视 我想你干嘛不发明吊车呢 那东西不是用来吊东西的啊 所以呢 街上偶尔还有那种 你可以看到叫九九神功的 我觉得那都是 前现代的那种很愚蠢的产物 你知道吗 也没发明吊儿钢 人家不必发明的 人家外国人发明吊车 发明什么就解决了 你还用那个来吊 干嘛拿到人失火的时候 你就站在大楼顶上 然后就这样 愚蠢啊愚蠢啊 这义和团嘛就是 然后每次都觉得 你发明这干什么 人的身体就是身体 OK 该做的事情不是做那件事情 好 另外一个正教冲突 这故事也比较糟糕 刚好是我第一年教 幽默社会学的时候 2006年吧 刚好发生的事情 应该是在前一年 还是我2005年教 对不起我时间上有点那个 主要是丹麦有一个报纸 这个在网络上 现在都找得到了 很详细的报道 我那时候就希望同学了解 笑话会造成国际事件 笑话是很严重的事情 可以变成很严重的事情 尤其笑话跟政治的关系 或跟宗教的关系 那在回教里面呢 或者伊斯兰教 我们这样讲 他们对于他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是先知 他们的神名叫阿拉 这个是不能混淆的 伊斯兰教里面有很多先知 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 以后先知不会再来了 所以任何人 宣称他是伊斯兰教先知 那个都违反伊斯兰教 因为最后一个人已经来了 没有再来的 没有再来的先知 穆罕默德不是他们的神 不是 穆罕默德是先知 然后前面的先知里面 还有一个人叫尔萨 尔萨呢是谁呢 Jesus Yes Jesus 不是OMG 中文的翻译就翻成尔萨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是谁 这可能是阿拉伯文发音的关系 尔萨也是伊斯兰教的先知之一 那人家的大老板被你变成是你们家兄弟 这怎么都你知道这冲突吧 我就不要再多说了 就是政教冲突从很早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伊斯兰教跟基督宗教的关系 是一个简不断理环乱的关系 所以那个西方美国的学者 Huntington才会说 这是一个文明的冲突 那是从基督宗教来看是冲突 从我们中方人来看这冲什么图啊 这你们自己没搞定嘛 那你干嘛去那个呢 好 那这个就是这样 所以呢他们的先知呢是没有形象的 就像你在基督教跟天主教一样 基督教呢 的十字架上面不会有个耶稣的 天主教的十字架上一定有个耶稣定在上面 这就是简单的不同 所以你只要看他们家的十字架 谁的是有耶稣的那就是天主教 没有耶稣的就不是天主教 这这么简单 为什么因为不能崇拜偶像 那不能崇拜偶像这一点呢 伊斯兰教也是一样的啊 佛教就没这个问题啊 佛教就崇拜偶像啊 所以那佛每一尊佛都照着漂漂亮亮的 对不对 而且佛照照照着很大啊 然后比你高很多很多 然后佛是这样看着你的 为什么这样看着你 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那佛实在太大了 看着你你就说 哇你好渺小这样子 所以佛像有佛像的艺术 其他的就不太有艺术 那你说回教艺术很糟糕 不可能 然后有一阵子呢 在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游乐区 就要把那个几个宗教的教主 的像给磕出来 就拿一个白木的人 就磕了一个穆罕默德的像 然后被佛教主抗议 然后就收了 收了那个穆罕默德的像 因为穆罕默德不能有像 可是后来有电影不是吗 那回教国家也希望拍个电影啊 要拍穆罕默德的故事啊 那怎么办呢 哇导演呢 跟这宗教人商量了半天 就我没看到这个电影啊 据描述 他们就用那种 遮遮掩掩的方法 开他拍那个明星的背影 那脸绝对没有出来过 背影或者是影子 或者是什么的呢 穆罕默德的故事 都拍其他的故事 穆罕默德没有出来 脸都没出来 这是他们觉得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这样 所以他们守得那么紧 你竟然在西方的漫画里面 把它画出来 画得像宾拉登一样 然后还把它弄成像炸弹客一样 这对伊斯兰教的人来讲 这是极大的侮辱啊 这是极大的侮辱啊 这我不是伊斯兰教的教徒 我都觉得是极大的侮辱 你干嘛这样呢 好 然后这发生在丹麦 最妙的是 我不知道这事情还有没有 我相信应该有 我的同事好像在那几年有去丹麦 说飞机要下降的时候 空中小九或者空服员会广播 说丹麦是个kingdom 是个王国 有王室的 任何人不准毁灭王室 那是犯法的 好 不是民主国家 你下飞机前你有听到说 我们即将抵达桃园中正机场 请大家注意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不准污蔑我们的领导人总统 任何污蔑总统的人都要抓去关 我们现在监狱很空 请大家注意 有这样吗 没有 那听说丹麦有类似这样的广播 那你当然到出到人家地方 你要尊重别人的习俗嘛 丹麦有王国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嘛 那如果丹麦的王室要被尊重 那请问人家回教徒的精神领袖 不需要被尊重吗 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 你要别人尊重你 你要尊重别人不是嘛 结果这事情呢就闹成 丹麦的政府觉得 这是一件言论自由的事情 这跟宗教无关 所以他保障言论自由 那回教徒当然很不爽啦 就这样 在各地就爆发了这个冲突 简单讲这样 那详细的就在这里面 这是从Wikipedia抄来的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那年我指定同学的作业里面 就当他们注意这件事情的发展 最后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呢 当然不是没有超过一百人啦 至少在那时候 死了很多人都死的是回教徒 只有一个日本记者 还有丹麦的一个 丹麦就西方人死的数量 会比那个少 我们当然不是在比谁死的多 这不是这样 就这个事件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很简单的事情 就彼此尊重的事情 竟然在2005年的时候 并没有避免掉 这件事情前几年 好像又要来一次这样 因为这漫画 你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的 我因为尊重那个文化 所以我不把那漫画给你看 因为有人不喜欢这个东西 那我们要尊重别人 你真的要看那个漫画 你可能 我没告诉你这个背景 你可能觉得漫画无伤大雅 尤其你大概觉得 侮辱别人 或者不尊重别人 如果已经是个习惯的话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教这门课 虽然我把各位的很多笑话念出来 但是我有些笑话 我是希望你不要讲的 这辈子励志不要讲的 像今天那种种族歧视的笑话 就真的不要讲这种笑话 没有必要 如果你对自己有挑战 你就应该发明了 比较高档的 高雅的笑话 我自己就这样期许自己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没有 就到底是清文自由 还是宗教的相互的尊重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 所谓西方文明国家都没想出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好 那这个大概就是 我们要讲到宗教跟幽默之间的关系 那下礼拜我们再讲幽默与文化 那还剩没几个礼拜吧 对不对 那这堂课就要结束了 那就先这样吧